大家好 先插播一条硬广 我们在6月16号到6月21号 组织大家在古都北京进行游学 以前我们组织的游学 都是在外地名声古迹众多的地方 北京还没搞过这种系统大规模的 都是利用周六日的时间 零打碎敲 一般外地的朋友也很少来参加 因为就半天也不知道 但是你说北京3000年的建成史 800年的建都史 古迹众多 所以咱们得在北京游一次 我也非常愿意把我的家乡介绍给大家 那么说起北京的古迹 不用我多废话了吧 像什么十三陵故宫 雍和宫孔庙国子建 这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地方 除了这些地方之外 我们还会去一些 就比较小众的景点 有的人可能都没那么听说过 旅行团肯定不带你去的 比如天宁寺 白云观 白塔寺 大绝寺 这些个有的都在深山里边的 所以你肯定不需此行 我在北京很想你 期待大家能来 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就可以报名了 好 前一段时间 英王查理三世正式举行了加冕礼 这应该是咱们看过的第一场英王加冕礼 因为毕竟上一次加冕是53年 说话这过了70年了 这个各位要是看直播的话 可能会注意一个细节 国王和王后的王冠权杖和其他饰品 各种闪闪发光 上面用各种的钻石进行雕琢装饰 而这些钻石大部分都是英国人在殖民时期获取的 当初为了这些珠宝耗时耗利不说 还曾把大英帝国带入过战争 以至今天还有不少人说 英国的这些珠宝来路不正 要英国政府把钻石从王冠上抠下来 物归原主 那这钻石从哪来应该还给谁 咱今儿就聊聊这个 世界上的首枚钻石 大约是产于3000年前的古印度 因为产量稀少 所以极为珍贵 传到欧洲之后 立刻就成了贵族老爷们趋之若鹜的奢侈品 从13世纪开始 王室成员和其他贵族就开始佩戴钻石 到了15世纪 伯根地公爵大胆查理收集钻石成瘾 他的女儿玛丽和后来的神罗皇帝马克西米莲一世结婚的时候 查理给两个人一颗相有钻石的戒指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送钻戒 到了16世纪 钻石更是成为欧洲王室的标配 路易十四执政的时候 以国家的名义购买了一百多颗 十克拉以上大钻石 全部用于自己享受 1724年 俄罗斯沙皇彼得大帝 给自个的皇后叶卡杰里纳加冕 这个王冠上面 镶了两千五百多颗钻石 当时的欧洲贵族阶层 一度流传着一种毒药 说这个钻石磨成粉末 扶下去当场毕命 因为这种毒药 只有贵族能做得起 因此又被称为篡位粉 意思呢 就是这玩意儿都是小王子 谋杀老国王用的 事实上这种钻石呢 有没有这个毒不知道 很有可能是古人故意编造的谎言 以防这个相关人员 把钻石吞入体内 进行肉身行窃 既然全欧洲都喜欢钻石 那么英国王室呢 自然不例外 今天国王加冕的那顶 圣爱德华王冠 过去呢 就是一顶普通的金帽子 上面没有那么多钻石 英王加冕的时候呢 要从其他贵族手里借钻石 装饰王冠 典礼结束之后呢 还得把钻石还回去 到了16世纪 英国王权一点点加强 加上大航海时代带来的红利 让英王有余钱去收藏钻石了 所以国王亨利八世 就是第一位钻石收藏家 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 国库里的钻石啊 就已经相当多了 女王甚至有闲心 用钻戒在玻璃上刻字了 到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时候 王室已经有上千枚钻石 供他使用 既然这么热衷于钻石 等到英国占领产地 印度作为殖民地之后 也就开始用各种招去获取钻石 其中最著名最有争议的一颗呢 叫这个光之山钻石 重量呢 有100多克拉 按照今天的市场价呢 大概能卖到1亿英镑 在印度教的经文里边说呢 要是把这颗钻石卖了 能让全世界人民大吃大喝三天 这颗钻石啊 早在13世纪呢 就已经被开采 一开始呢 被德里苏丹国收藏 200多年后 巴布尔击败德里苏干德国 建立莫沃尔帝国 钻石就跟着换了主人 几代之后 传到沙甲韩统治时期 他最知名的地方呢 就修建了太极陵 他执政的时候呢 莫沃尔帝国达到了极盛 沙甲韩呢 也就开始了爱慕虚荣 收集了全国的黄金 做成了一把龙椅 称为孔雀王座 孔雀王座上面呢 有上百颗宝石钻石 其中最大最亮的 就是这个光之山 欧洲旅行家 看到孔雀王座之后 就把它写到著作里边 在欧洲就引发了 极大的反响 这孔雀王座 直接成为神秘东方国度的 巨大财富的象征 到了18世纪 波斯阿富沙尔王朝的 开国皇帝 纳迪尔沙阿率军公路得理 这个光之山呢 就成了战利品 纳迪尔沙阿一死 阿富沙尔王朝分崩离析 钻石呢 就流落到了 阿富汗杜兰尼王朝的 创建者 杜兰尼手里 杜兰尼王朝强胜的时候呢 曾经打到过巴基斯坦 和今天的印度北部 可惜呢 好景不长 杜兰尼一死 他手下这帮儿子们 为了王位大打出仇 其中一个继承人为了避难 就带着钻石呢 投奔印度的西克帝国 作为这个尽献之礼 等于这块石头出门绕一圈 又回到了这个印度人手里 1849年 英国的东印度公司 跟西克帝国呢 签订了拉赫尔条约 西克国军呢 承认英国人的占领 并且呢 把光之山钻石作为礼物 献给维多利亚女王 由于这颗钻石的传奇经历 江湖上有传言 说他被下了诅咒 谁带上他 谁就遭遇厄运 所以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时候呢 只是拿他做胸针 后来呢 才被镶到王冠上 1937年呢 被镶到了伊丽莎白王后的王冠上 平时呢 被收藏在伦敦塔 最后一次亮相 是在2002年 他跟王冠呢 一起被放在伊丽莎白王太后的棺材上 也就是这个今天国王查理的姥姥 放在那棺材上 因为这颗钻石呢 被印度伊朗阿富汗战友过 那个阿富汗王朝还统治过巴基斯坦 所以现在这四国几乎年年都要求英国归还钻石 他们觉得自己国家才有这颗保持的正当所有权 英国政府呢 就算还也没法还 这又不是西瓜 啪啪啪切四份 大家纷纷也没法弄 到了19世纪呢 随着南非地区发现钻石矿 这片土地呢 也成了英国人的殖民重点 而南非当地呢 已经有了由白人移民后代布尔人 建立的这个德兰士瓦共和国 这样一来 布尔人和英国人的矛盾越来越深 最终呢导致了布尔战争 战争的结果是英国 攻灭了德兰士瓦共和国 把它改为总督区 但是呢 英国因此元气大伤 根据统计啊 在布尔战争期间 英国前后投入了45万军队 付出上万人伤亡的代价 而布尔人全国人口也只有几十万 这个英国人占领南非之后 马上投入大批人力物力 在当地挖矿 功夫不负有心人 1905年呢 一位工作人员 无意之间就挖到了一块 特大套钻石 命名为库利潭 这是世界上迄今为止 最大的一块钻石 总重量1000多克拉 我们大家知道 一克拉是0.2克 这1000多克拉 好家伙四两重了 何现在 这个当时正值英王爱德华七世 同意德兰士瓦总督区制定自己的宪法 也就是今天呢 南非联邦宪法的前身 为表示感谢德兰士瓦殖民政府 买下这块钻石 并且送给了国王 古里南钻石运往英国的时候 为了确保货物的安全 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测试 特别从伦敦调来了几名苏格兰厂的侦探 此外呢还雇用了额外的警卫保护的安全 事实上呢英国人玩了个障眼法 这些人大张旗鼓保卫的呢 不过是库里南钻石的副制品 真正的库里南钻石 采用了非常普通的邮政快递送回伦敦 回国后呢这枚钻石经过打磨 被镶在了国王的权杖上 查尔斯加冕的时候 手里握着那把权杖上面就镶着这颗钻石 和光之山一样 这些年南非呢也有人要求英国人归还这枚钻石 考虑到呢这个当初送钻石的总督 是南非的第一任总理 这个政府呢到今天又一脉相承 所以进行索要呢 也不能说完全是无力取杂 不过那枚光之山真的没法还了 毕竟经历了这么多王朝 这些国家的县政府 跟当初的政权没毛钱关系 就算英国人想还 都不知道应该还给谁 好了啊 关于英国这两颗大钻石的历史呢 咱们今儿就聊这么多 欢迎您关注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会员 参加我的游学 谢谢大家